帝 donc Hey 各位好 dope大家好 我是 Evan 完美 沒錯 那我今天又來的開箱 OK 今天要的開箱是什麼呢 今天要的開箱就是 哇 今天要看的就是這個LG的29U M 59A Ultra Wide Monitor 是21比9的 哇 我告訴你們啦 這個Monitor是我昨天講要買的 我今天就請買了 其實這個Monitor是來的Monitor 所以我也是會要 我以後等11月下我會做一家新的電腦 然後 這個Monitor就是等了 就是配那個電腦的啦 我現在要買這個電腦的Monitor 是因為現在有Google 就大概100多塊啦 我就一看買了 我怕只要吃點就在漲價 這個是新出喔 LG新出的Monitor IPS是Inflow的技術 看上去跟以前的那個Panel是不一樣的 你從旁邊看啊 是不會看到黑黑暗暗的 你會看到一樣亮亮的 無死角 跟你拍照一樣無死角 99%的RGB 就是色彩喔 它色彩是很豐富的 就是這樣很鮮很鮮很鮮 然後還有Gaming Mode的 像你玩Game的時候 我上網看過介紹是講 它會有三個Gaming Mode FPS1 FPS2 FPS3 它會把螢幕調到很亮很亮很亮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些 你用敵人的動作 你在按的地方 然後呢 這個Monitor 你玩那些 LL喔 哇操 絕對是很好用 為什麼 因為 你看到更大視野 更多的敵人 人家還沒看到 你就看到它直接 凹凹凹凹凹死了 對不對 它有這個on screen control 就是我剛才講的一些 調色彩啊 然後調亮度啊之類的 其實每個電腦都有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AMD 這個是什麼 AMD的FreeSick 就是 For你AMD的那個 Graphic Card 這樣講 其實這個技術我也是不太了解 這個技術我都不了解 然後這個Monitor呢 是75Hz 就是講它的Refresh Rate 是75Hz 所以 屬於 比較高一點 因為普通Monitor 是60Hz 比較高階完 今天呢 是144Hz 然後呢 今天只有200Hz 才有一個 但是 我也不是玩ゲーム 我是買這個 有更寬 在做做工的時候 會很好用 尤其是講 在 Solid Vegas 它Eleveder的時候 你的那個 time line會更長 所以你可以放更多的 所以 廢話不多說 我們立刻把它開掉 OK 首先呢 這個是 那個Monitor的底座 這個是它的那個Driver Warranty Card 安裝的方式 它的底座要用到的東西 AC Adapter HDMI的線 那個Monitor中間的那支東西 之後呢 就是我們的中手系Monitor了啦 W einen W喔 註 영화 很重 很重 它幾乎是Frameless的了 它的厚度大概是這樣 我们看一下后面有什么Port 它有一个HDMI的Port 一个Type-C的Port 然后一个3.5mm 还有一个AC的Input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装上 那个Monitor开好过后就是这样啦 OK 现在我就把Monitor装上了 然后我就随便在YouTube找一个21.9的video 并且你看到的视频上面这边都会有黑色边 如果是21.9的就是那种电影的 然后它就不会有黑色的边 所以我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啦 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家里买的话 你可以去Shopee找 这个Monitor是非常非常非常好 你一用也可以看戏也可以 一用然后伤影的不得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边啦 等下一个Unboxing啦 最喜欢的话记得Like、Share、Subscribe 我们下一集影片见 Bye Bye